高雄地標85大樓上個月遭到小偷光顧 就從17樓偷到了39樓 這名身材微胖的男子闖入辦公室跟住家 偷走了價值一兩百萬的古董 前後一共留了四個多小時的時間 而明明就有管委會跟保全啊 卻渾然不知 讓住戶直戶真的太誇張 現在要懸賞十萬塊錢全面氣凶 凌晨三點多 一名身材微胖的中年男子 在85大樓其中一間辦公室外 從包包內拿出破壞工具 不斷破壞門鎖 一進門嘴巴還叼著手電筒 四處張望尋找監錄系統 一切斷監視器陷入 男子就大肆搜刮 不但掏走一兩百件古董御介 價值一兩百萬 直到凌晨六點鐘 還看得見男子的蹤跡 在14、25、28、35樓 這四層樓繼續行淺 我闖進來之後保訓系統也沒有開啊 那我們就不曉得說 我們每個月繳的管理費 到底是在管理什麼 住戶不滿小偷入侵四個多小時 管委會保全竟然渾然不知 如今事隔一個多月 也沒有得到妥善處理 決定公布偷兒影像自立救濟 並且懸賞十萬元要全面其凶